这一题做完 第二个就是VBA 怎么样把它写成 写成可以一键完成的 一键完成我们不是丢公式 丢公式太简单了 我们是这样的 帮我用VBA累加 那怎么累加 如果条件为True才去加 所以这部分的话 如何在VBA里面做累加的动作 请各位先试一下 待会来看这一题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三密符 所以第一个一样插入函数 最近使用过的三密符 一样这两个一组 所以range指的是你要找的东西 那我要找什么 产线 所以找的那个东西在哪里 所以这两个是搭配的 找什么呢 找这个范围里面 有没有产线 特别对 所以你那个叙述的方式 一样是一个字串 当然你不打没关系 它会自动往你加 打一个什么产线 一定是产线开头 所以这边的话 那可是我不知道产线 一二三 那两个方法 一个是你打一个新号就可以了 就是不管它是产线多少 反正一定是产线 另外一个方法是加一个问号也可以 那这两者有什么差别 我刚刚讲过 如果你今天只有一个字 比如说产线 一二三到九到十都还可以 但是如果你有十一的话 那你就变成怎么样 如果你要到十几的话 就要两个问号 那所谓的问号是 你有几个字 固定长度用问号 如果你不确定几个字的话 那你干脆用新号就可以 那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你用问号 用新号都可以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我们用新号 那加总的工资在这里 他如果条件有找到的 那就加起来 有找到加起来 OK 所以基本上这个范围 就是要加的是这个范围 按确定 两万三千多 那另外的话 你也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你想说 改个问号很好 OK 那你可以把它打勾 结果一模一样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十一好了 比如说这边的话 如果改成产线十一 有没有 可能不只是十到十一好了 那如果说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用问号 就会不对了 那也是如果你用新号 会不会对呢 可以试一下 Enter OK 也会是一样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差异吧 还有一点 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什么什么的产线 比如可能有什么 什么主机板产线 可能硬碟产线 可能记忆体产线 可能什么什么产线 那它那个产线呢 可能在中间的话 记得啊 一样 你可以在前面 加一个新号 什么什么的产线 刚好在中间 所以这个外用之前 加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会 这样加的话 很多资料 你是找不出来的 OK 所以打个勾 OK 那就做 这样 就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